他有做這個動作喔 他在連勝文要參選之前曾經拉到11塊 11塊就是當時 而且11塊1 就成為成銷價嘛 就是 太精準了 成銷價11塊1 他就是拉到11塊1然後下去 算慶祝行情就對了 就是說我都幫你解套囉 你們不要再說話囉 連勝文設了一個叫資產管理公司 所以他不需要證照 這個資產管理呢 設了一個叫Evenstar的基金公司 他去募集了錢 700萬美金在這裡 這樣喔 連勝文他自己找了三個合夥 2萬塊美金成立的 對 去開了資產管理公司 Evenstar 他去hold這家Evenstar的基金公司 然後他再去募錢 他說的虧完是指這間 2萬美金成立的 對 這間 但是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錢有沒有虧完 沒人知道 但是呢 他扶持了一個龐大的這個金額 這個金額現在已經超過 1.2億美金了 1.3億美金 這個叫什麼 這個錢就是 他去用這個錢去買了金位 他所發的轉換債 去買金位的股票 或者說其他的這個CB CB的轉換 這個 那是不是有可能 700萬是賠在哪一個階段 700萬是 他沒有 700萬美金沒有 700萬美金在這裡 可是他自己講 他把700萬賠掉 是這裡 他說他賠掉 可是他的資產管理公司 資本額應該沒那麼大吧 沒有 沒有 他其實沒有 他從頭到尾沒有說 700萬美金賠光 他是說他投資的錢賠光 但700萬美金是他募集的錢 他說他的基金是賺錢的 然後資產管理是賠錢的 募集的那個賠的700萬是在這裡嗎 不是 700萬美金沒有 700萬其實募集的錢是在這裡 對 是在那裡賠掉的嘛 賠掉是這裡 他的投資公司 所以真的很複雜對不對 不懂 那沒關係 那我可不可以再問一下 他去找了2萬美金 那2萬美金也不用他找嘛 他自己做的事 對啊 然後他可以募到多少錢 其實募金 募款沒有上限 我當時我的投顧公司的資本額 才1500萬 可是我最高募到500億台幣 我以前的投顧啊 我的資本額 因為看你的標題嘛 我的資本額 看你賣的商品 對 看你賣什麼商品 這個意思是在這裡啦 意思在這裡就是 我的公司資本額是1500萬 我募了500億 那聯盛文的700萬美金 應該是指這個 後來這個膨脹到1.3億 但是他一定有一個原始的投資金額 那我當時投資1500萬 後來虧到了300萬 我減資在增資 變成1000萬 但是我的基金規模是500億 那500億我賺它管理費 來回來 所以當你這規模越大的時候 你這個基金就越多錢了 那這個基金越多錢 它就越值錢哦 所以他最近不是說 他回頭去拿了 這個就是EvanStar 基金的持股 任何資本市場裡面 你問我中聯話 任何資本市場裡面 都形成了一個要件 因為其實最後的結論 我要請觀眾朋友留意的事情 最後的結論 不是這家公司潰光了 而是它創造了一個私募基金 這個錢它可以去做 各式各樣的投資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個當然是財經的專業 我們也大家上了一課 可是回到這個選戰的打法 打這樣子對連勝文 真的是非常不利 對 而且這樣的選戰打下去 對整個台北市民也覺得是 國民黨都認為不會啊 他們認為 他們認為 國民黨的黨剛叫誤判形勢 這件事情你還不知道嗎 你要看 我就舉個例子 從黨主席就一直誤判形勢到現在 昨天我一個朋友 這怎麼對他是好處 有沒有 我昨天一個朋友就傳個訊息給我 他說他去買早餐 結果早上店裡頭有個那個 老兵 退伍 退伍的老伯伯 就在那邊很大聲講 連勝文啊 白手起家 好啊 你要這樣 白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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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做出工嘛 所以 所以 其實我那個朋友在買早餐 他聽到一句話 他的感覺就是說 其實 你會投給連勝文的人 或想投給連勝文的人 財產已經不是 對他們來講 他們不會在意 你知道 對 可是這個選戰打到現在 我們都是一個現在MG 149 一個是這個軌跡 痕跡 累跡都講不清楚 OK 我們要台北市政的討論沒有嘛 公共政治討論沒有嘛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現在 因為MG149打到現在兩個禮拜 對柯文哲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而且甚至連勝文還往下掉 就是說如果有影響 他其實是這樣子 柯文哲有 就是說民調 你看各家民調 就是說如果柯文哲有掉 連勝文也往下掉 對 如果柯文哲沒動 連勝文也沒動 就兩個差距始終維持等距 對 始終在那裡 沒有 我自己說台北市民想知道 比如說好 你們兩個都講出來 我們今天應該吵的是柯隊 收藍機場的規劃 或連隊二兵的規劃 一兵的規劃 或者想一點實質的東西說 台北市民選的是什麼樣的市長 很清楚嘛 可是全部都在搞這些東西啊 政策在哪裡 我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要 還有說什麼 連勝文要把台北市政府的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錢 都將來做 他變成一個 台北公司 他要把他股票化 要把台北市政府的資產 大概要把他股票化 證券化 我們為什麼要去追蹤 連勝文過去資金的往來 其實目的並不是單純去討論他過去 因為他過去根本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證件 讓我們覺得我們必須要檢視他過去資金的軌項 軌道 就是我們說的 7兆元的台北市政府的資產 他要證券化 那這件事情什麼意思呢 簡單一句話就是我們將來看到的捷運 或者是台北市任何能夠生財的工具 都變成一張一張的債券 自由而不可 好 這是好問題 這是好問題 那我要問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情勢 請問一下我們捷運現在賺錢嗎 現在開始 台北市的捷運應該是大概至少賺錢 本業賠錢 現在虧錢 現在我們台北市捷運是虧錢 我請問一下 所以你還沒有回收嘛 你又開了這個信義線嗎 應該是這樣講 從文湖縣開通之後 其實台北市捷運的本業是虧錢 但是它是靠廣告收入跟其他收入在賺錢 包括又有卡慢慢跟一夜結合 那個部分 那也是屬於台北捷運嘛 是啦 但是本業其實是在虧擊的 那一個工後構成本來不是一開始就可以回收的 它有年限嗎 我同意這個問題就是 事實上新加坡就把他的捷運全部證券化了 然後再拿這個錢再去做更多的捷運的開發 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但是我的重點是 如果他過去資金往來的這條線 他都沒有講清楚了 我怎麼知道證券化結果是對老百姓有利呢 那投資本來就是今天以明天可能會輸啊 問題就在這裡 你要放心啊 你要讓市民放心啊 你這個市庫的錢只能加不能擠啊 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情 不要忘記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台北銀行賣給富邦這件事情 還是一個大謎題耶 沒有解 捷運站 捷運站上次說捷運站在新店那個 對不對 美和市 那也是 無解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去 就為什麼去賤賣 對 然後不要忘記了 明年等到下一任還有雙子星呢 然後還有更多都更案喔 我們台灣台北市都更這樣 假設這塊是公有地 它就叫做公有地 好 那我們這塊地 合在一起面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這塊公有地就一定要跟我都更喔 如果台北市的錢要變成這個債券化 這個他一個人說了算嗎 那如果這是他的證件 就大家選票來檢驗 你知不支持啊 不是 如果他當選市長 他就要互支持 他就說了算了 他就說了算了 問題是我比較擔心的是 你把他債券化之後誰來買 會有人來買啊 當然會啊 中資也可以來買 他的一些朋友啊 不是溫家寶的兒子什麼 對啊 那你覺得 整個台北市被中國買走很好嗎 最重要 其實我真的不想講出這兩個字 卡米秀 好了 講完了 卡米秀 好嗎 卡米秀是人意嗎 是人意嗎 新聞畫畫畫 剛才說司馬先生講嘛 連小位嘛 江村王先生 其實說台灣連小位人有夠多 那還好是有監視器畫面 我們來講一個case 就是高雄一名王姓婦人 颱風夜開賓士車外出買滷味 這個婦人最近很多網友抗議 這個女性才42歲 一定要稱她為婦人嗎 42歲不然要稱她 那半百都叫老翁了怎麼辦啊 所以我們要開始證明 王小姐 這叫少婦 好 王小姐 出門買滷味 結果呢 因為颱風天嘛 OK 所以她就逆向停車 到警方開罰單之後 她不聽制止也不接受開單 我們可以不接受開單 不可以 企圖駛離現場 差點抓到警察 警方呼叫三輛機車到場支援 王富仁強行往前開了50公尺 因為真的差點要到警察的腳 警方開車設車胎 開槍 射車胎 結果 昨天很不滿這個婦人說 我只是違規停車 竟然被開槍 認為執法過大 但是最後呢 被警方以妨礙公務送辦 然後呢 結果被妨礙公務的這個名譽呢 1萬塊錢交保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所謂的 到底有沒有臉銷圍的這個部分 她離開的時候地檢署的時候 她非常非常的難過 而且她大喊冤枉 她說 我只是一個單純的違規停車 她有辦法給我開槍呢 我只是覺得嚇到我一個小女子 這個人也是人生勝利主 她叫三輛警車來 這個小女子真的很小 13個警察來圍著我 這樣感到 其實這樣聽也感到 這個是喔 如果你沒有看監視器的話 你會覺得 還好是在隔壁大樓 有人從樓上空拍 不好意思 兩三個都有拍 要不然這警察真的是 他越講越委屈 最後他是氣不成聲 然後呢 後來是幫他辦交保的哥哥 保護他離開地檢署 真的 一個小女子的規停車 那個哥哥本來叫他不要再講話了 但是他一定要走到媒體前面 要講這一段 太委屈了 氣不成聲 我們來看一下 當天他是如何在擔驚受怕 被13個警察包圍的情況之下 超懶猪世界 好怕喔 我跟我們一部 天啊 她我跟你們一樣 在他們沒有 等我 hastbe 很熱 等我 接能 下來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惡劣 對啊 快 altre partly 而且她從這邊 那邊舉辦 拿到就會 她 Gece 脫下來啊 他真的很會在那邊 他就是他現在在那邊 他就是他現在在那邊 他就是他在那裡 他不要亂跳 你也是 他也會一起跳 他也會一起跳 你這需要車上應該有多種嗎 對因為我覺得你會很輕易 他不可能這麼健康 他裸體 有裸體 有裸體 我剛剛以前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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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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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